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为什么喜欢兔子呢 因为我从小阿嬷养了很多兔子 重新有一个兔子王国 有很多很多的兔子 这兔子王国各种颜色兔子都有 这个小兔子是一个皇后 她开始告诉她的兔子王国的人说 在这个王国里面呢 越白的地位越高 越黑的地位越低 附近有一只狮子 它每一年都要来吃一只兔子 那到底要给它吃什么兔子呢 就从颜色最黑的开始给它吃 这一讲完之后 第一个黑的就是这一只 它的名字就叫小黑 你要去给狮子吃哦 因为你长得最黑 它不想被吃它就逃走 可是它跑掉了以后呢 女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 那我要找第二个颜色比较深的 有谁 黄色的兔子颜色比较深 这个时候狮子来了 原来这个狮子住在他们附近 每一年都要抓到一个兔子去 听说他很爱他的儿子 叫做小狮子 所以他一定要去带一只兔子给小狮子吃 这个女王就把这个黄色的兔子献给他 他就咬着黄色的兔子回家咯 回到自己的狮子窝以后 原来他们家有一个后花园 狮子原来有个狮子城堡 有各种花园 也有船 也有摩托车 也有各种城堡 非常好玩 他就把这个兔子交给这个小狮子说 儿子啊 儿子啊 这个兔子我抓回来了 给你吃吧 很好吃哦 看起来肉很鲜嫩哦 小狮子说 好啊 但是你不要看我怎么吃哦 因为吃兔子很可怕哦 你不要管我 第二年又来了 说哪个兔子可以吃呢 这个兔子至高富永说 我颜色有点土土的 我愿意被狮子吃 啊 大家都不想被他吃 怎么你那么勇敢呢 他说我不怕 我愿意为大家牺牲 吃我吧 狮子又来了 今天轮到谁 轮到我了 咦 他怎么那么开心呢 原来他有一个秘密 他会把自己变成一个乌龟 原来他有这个秘密 所以他不害怕 很开心哦 你帮我带回家 我不怕你哦 狮子不知道 来来来 小狮子又来了 看到这个兔子你喜不喜欢啊 小狮子说 好啊好啊 这兔子好可爱哦 那我就帮他带回家咯 所以兔子一直在减少 每个人都非常害怕 自己是下一个 这时候有一个兔子 就起来反抗 就跟这个女王讲说 你不可以用不同颜色的兔子来分辨 黑兔子应该被吃 白兔子不应该被吃 你这个制度 你这个方法非常不公平 颜色白跟黑都是兔子 女王说 你怎么敢反抗我 好下一次就吃你 没关系 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 有一天兔子从未被吃光 我愿意牺牲 再下一次被吃 第二年又来了 狮子又来了 狮子 一年轮到我了 小狮子说 我喜欢他 我喜欢他的好可爱哦 吃起来一定很嫩啊 你什么时候要吃我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到底吃了几只兔子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喜欢吃树 我喜欢吃草 那你兔子都不吃啊 兔子全部在我家没有吃掉 他们已经自己玩在一起了 来看 哇 没有一个兔子被吃掉啊 兔子都还在呢 好快乐地玩在一起啊 小狮子说 千万不要让我爸爸知道 我爸爸知道 我爸爸自己把兔子吃掉 所以我假装说我爱吃兔子 其实啊 我是趁机把兔子藏起来 因为我好寂寞 我也很需要朋友 所以我要去把兔子骗来 在那边继续玩 зна别在哪里 这个 absolute真相对 都掉下我们的想法 从来就像す Warmth